在2018年10月17日重阳节这天,就位在媒体面前露面的李小璐参加了由韩红组织的探望养老院老人的善举。 面对记者,李小璐首次大方回应了自己所打的凝聚亲生案件,从采访视频中看得出,李小璐已经走出这那场风波的阴影,看上去情绪不错。 他说这场官司打了10个月,而且是自己第一次打这种官司,他也曾经遭遇过网络暴力,但是都没有这一次对自己伤害得深。 同时因为这天李小璐跟韩红一起在探望老人做好事,他还呼吁大家多做善事,宣扬正能量。 自从那场夜宿门风波后,李小璐遭受到了令他身心受害的网络攻击,无数的网友曾对他冷嘲热骂。 李小璐不得不将毁坏自己名语的网友告上法庭,其中有5人被告上法庭。 最终,李小璐获得胜诉,被告5人对李小璐进行道歉,并总共赔偿他30余万的精神补偿。 李小璐称感谢法律给了自己清白,他的粉丝们也为他感到高兴,继续支持他付出。 而且李小璐参加韩红的公益活动,正能量满满,从当天拍到的照片上看,李小璐跟其他人一样,穿着一身蓝色工作装,不但为老人们搬运食品,食用油等,而且还亲自动手,为老人们包饺子。 照片中的李小璐包起饺子来入魔有让,一脸认真的表情,看上去动作熟练,对于他这样一个大明星而言,可算是十分难得了。 纵观李小璐最近一年来的表现,可以看,能处李小璐一直保持低调作风没有出镜,但是从他的微博上来看,近一年来,他一直在宣扬正能量,不仅自己参加善举, 而且呼吁网友们多做善行,赢得了不少网友的称赞,但是也有部分网友表示,李小璐名誉侵权暗胜出,不代表他没有出轨,李小璐跟随盘红探望老人的善举,也有可能仅仅是为了活取网友的好感,为自己的付出来了赢的正面评价,他在现场的行动也许是摆拍,李小璐用名誉侵权暗胜诉来说自己是清白的, 是不是一回事而了,著名的网络大力黄一青曾经说过男人寻伪的一段话,说你喜欢吃屎,但是我到处宣扬伤害到了你,我就犯了名誉侵权罪,你就可以告我,不过这并不表示你不喜欢吃屎, 这番话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从李小璐的表态和行动来看,他可能会重新活跃在娱乐圈了,他的煞心是在为付出做事,还是真的有煞心,你是怎么看的呢?